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單娛樂新聞 關於姚卓飛 星夢那邊的小妹妹 這件事很多網友都發給我 說TVB星夢的小花 姚卓飛 憑著一首歌叫做戀愛預告 爆紅成為國民初戀 國民初戀這個歌我是有聽過的 但你說他是不是真的很紅呢 我有點保留 不過這個可能涉及到同溫層的問題 可能在我的同溫層的人 多數都是看Color 所以可能我就不覺得他紅 不過不要緊啦 身分敢寫我們敢讀 說他那個感情的生活 是受到很多朋友的關注 他現在十五歲 姚卓飛很小 他就表示他沒有拍拖 就是之前這樣說 就說這個階段 只會是專注學業 以及他演藝的夢 不過呢 大糟糕 在這個六月二十一號 就爆出姚卓飛 原來已經是名花有主 懷疑他有男朋友 有讀者爆料 就說姚卓飛同一位男性的物友 經常就是出雙入隊 就不單止一起是媽公仔逛街 更加就是疑似 配戴了這個同款的情侶手繩 就叫做曬恩愛 屌可能別人契哥契妹 不一定拍拖的 就是我這樣想 與此同時 向來呢 喜歡去這個主題樂園的姚卓飛 更加和這位男伴 什麼男伴 什麼奇怪的身份寫得 男伴 可能是士忍彈 朋友 就一起去樂園玩 雖然姚卓飛 只是在他的社交網 曬出他在樂園拍下的單人相 但另外一張玻璃反映出來的相 可以見到原來是有個男伴 兩個人身貼身 埃到實 都是契哥契妹 未必是男朋友 大家冷靜一點 南方還很興奮 舉V 而姚卓飛當時還留言 是世上最快樂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有男朋友 在旁邊特別開心 見到這個男朋友疑似 跟他年齡都差不多 打扮新潮 頭髮軟軟的 有時會戴眼鏡 跟姚卓飛相當之搭 很多網友都傳這件事給我 我覺得很奇怪 別人拍拖有什麼奇怪 不斷傳給我 我想應該有三四個網友傳給我 這件事叫我說 我覺得這些好行的 小女兒拍拖很正常 雖然她說自己是A0 說自己沒有拍拖 但後來被人發現 應該是拍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好像我以前的同學 十二三歲的時候 已經拖一下手 射一下面珠燈 打一下Karen 她十五歲 有拖拍也很正常 十五六歲 很多人都已經玩了花式 有些比較白艷的大男賣肚 當然我是不建議 但我拍拖也很正常 是不是這樣說 不過我是這樣看的 其實那些人 為何會不斷傳給我 那個原因 我都猜到一點 因為這個小女兒 之前不斷不斷說 沒有拍拖 又說A0 所以那些人才說 國民初戀 但現在發現 原來都拍了一段時間 有些人可能覺得 說謊不太好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都是輕坦白 輕真性情的 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不建議 說那麼多謊 為了這些所謂的人切 現在很多時候 推一些藝人出來 都會好說那個人切 譬如這個就說 是人妻 好愛老公 這個又說是初戀 國民初戀 A0 很多這些人切 但其實我自己 就不建議 說那麼多謊 譬如你的人切 真人是白卡的 就是白卡 你真人是這樣 你是八婆就是八婆 港女就是港女 沒有問題 現在大家喜歡看真東西 就不喜歡看那麼多包裝 加那麼多油鹽糖 是沒有意思的 你一爆鍋 就很大件事 例如你現在這個小女兒 小女兒就好一點 因為那些人都會覺得 小女兒是拍拖的 難道做尼姑嗎 有些人會幫她說話 但有些人可能死老根 就會覺得你講大話 但她這種我都還好的 因為其實她都是拍拖 沒有做什麼壞事 例如好像 Ash那些 其實離婚是沒有問題的 出去混混都是沒有問題的 男歡女愛 這些很正常 但問題就是你講大話出來 肉酸 你這頭做過訪問 我老公可能支持我 我老公如何那樣 然後又賣說過 多謝老公那樣那樣 然後轉頭被人踢爆 原來已經離婚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很假 覺得你整個人切 所有東西都是假 那這些大話說來是無謂的 待會最後博蠢自己 所以我覺得很講過性質 例如現在這個小女兒 她這麼小 十五六歲 你拍拖很正常 可能不知道在跟公眾交代之前 因為她那邊是老土一點 她跟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是老土一點 不過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所謂 現在拍不拍拖的東西 但我自己覺得 你這條路要走得長 最好 就坦坦白白 有什麼懶惰的就說清楚 沒必要假裝一個人 不是自己 沒需要是 連唱歌 跳舞 都要演另一個角色 這樣就很沒意思 就好像她另外有個隊友 嚴明熙那些 這樣這樣 硬硬都要說她是可愛的 即是你說她唱歌好聽 就算囉 沒什麼所謂 這些東西 硬硬說她可愛 大哥 我看著她跟可愛 真是沒有關係的 應該是 即是你說隊友 你那隊人來說 你說姚飛可愛 或者說她另外那個隊友 Yumi可愛 我都覺得 算啦 你青春活力 我們先不說立場 娛樂上面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 你那個嚴明熙 這個人切是很難放下去的 可愛 所以我覺得 幫他們量度這些東西 那些人真的自己想清楚 怎麼搞 這件事 要是你讓他們自由發揮 要是你想清楚 到底人切怎樣放 不過我還是不建議騙人 最後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說的 只不過很多網友傳給我 趁今天 狀態又好一點 可以說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錄音 上面那條狠樣又轉的東西 好狠奇怪的 我剛才 放了半天 上面那條狠樣都不轉的 好狠得意的 我一錄音 他就拿個轉出來轉 然後轉兩下又停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個狠樣到底在轉什麼狠樣的 他在搞什麼 轉什麼狠樣的 有時候半夜 即是我現在很狠夜睡 有時候兩三點才睡 上面那條狠樣突然間 摩下夜了 在那裡 嘖 半夜 然後智兩下又停 玩什麼狠樣 上面那條狠樣 想怎樣狠樣 他是不是在上面 怪奇物語 搞什麼奇怪的東西 我現在很害怕 不過算了 不要理人家那麼多 算乖其物語 都是他上面的事 那今集呢 講到你這裏 關於姚卓飛這件事 都沒什麼特別 希望呢 她是 不要那麼快做媽媽 我只能夠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女仔 雖然她是隔離台的 即TVB那邊 但我覺得她都幾有潛質 都OK的 我覺得明天應該會紅的 那今集呢 分享到這裏 沒什麼特別 那今天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